这一条小溪的石头不仅会按摩还会治病 用手摸一下 肌肉就会跟着不停跳动 一身鸡皮疙瘩 酥酥麻麻身心舒畅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两眼都变得咬神了 这是韩国的一处偏远村落 四面浑身 溪流不少 前段时间大雨过后 村民意外发现其中一条小溪突然显灵了 一摸河里的那块大石头就会浑身酥麻 汗毛直立 神经气爽 爽得不得了 对于这一神奇功效 村民们认为这是磁场的力量 并将其称为能量和骨 据说如果常年泡在吸水中 不仅可以延缓衰老 强身健体 还能包治百病 啥腰酸背痛 耳聋眼瞎 风湿骨病关节炎 全都不在话下 为了不破坏小溪周围的环境 大家自发决定 每天轮流按摩享受 治疗救急 一传十 十传百 久而久之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 把手放在养生小溪的 按摩石上 前程跪白 哪疼泡哪 啥疑难杂症都有 节目组十分好奇 决定一探究竟 离近村 村民十分热情 积极介绍 三十岁的程序员 和八十多岁的老大爷 甚至还现身说法 掀起裤腿 证明石头的神奇功效 这里有磁场哦 可以蔓延全身 让人全身心 感受到非常强的力量 不仅治好了我的风湿 关节痛 还能治疗近视 听着大家的介绍 节目组感觉有些夸张 决定亲自上阵试一把 工作人员一摸了之后 感觉爽 工作人员二摸了以后 感觉很爽 全节目组的人摸了之后 几乎爽歪歪 人人一身鸡皮疙瘩 能量合股 真的有磁场 为了彻底搞搞清楚 随后节目组请来了 积电系的教授 专家亲自下水体验 眉头一皱 感觉不简单 拿出设备一凉 好嘛 漏电了 源头就位于 小溪上方的这个仓库 摸一下门把手 比按摩时还要刺激十倍 好家伙 韩国版走进科学 很快 维修师赶到进行修复 按摩时彻底失灵 大爷信仰崩塌 哭笑不得 这么舒服的按摩 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 大爷养生电疗 这位妹子更奇葩 牛骨汤洗脸 生鹿肉当面膜 每次敷完 还要把肉一点点扯下来 直接生吃 眼前这个女孩名叫韩采婷 四十一只花 长得去像钢石疤 为了永保青春 拥有白心嫩滑的肌肤 一年前 女孩开始到测试场 购买新鲜的鹿肉 回家让母亲帮忙 一片一片摊平敷在脸上 感受血水 顺着脖子 不断往下滑的奇妙触感 等鹿肉逐渐失去水分 有些干巴士 生性节俭的它 就会一点点扯下 塞进嘴里 边嚼边说好吃 绝不浪费食物 呀 肉尽其用 敷面膜 吃饭两不耽误 不仅皮肤好了 肚子还饱了 吃饱喝足 偷膜端走老妈熬的牛五汤 洗成一把脸 护肤程序才算完整 除了吃面膜 妹子平时还会和父母一起吃烤肉 爸妈放火上烤 她配上独家酱汁 一口闷 鹿肉 牛肉 猪肉 鸡肉 袋鼠肉 来者不拒 任何生肉都能轻松上嘴 人家买肉 看橙色 肉质 她直接削一片细细品尝 一口就知道 肉心不新鲜 可给卖肉的小哥下够呛 出于对肉肉的喜爱 韩采婷特意找了一份烤肉店的工作 你以为她是看别人吃 妄媒止渴闻闻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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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直接吃顾客剩下的生肉 浪费可耻 全部消灭 勉强塞塞牙缝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换掉工作服务 妹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开始点餐 打着请好友吃烤肉的旗号 一口雪花肥牛 一口猪五花 三人花了八万韩元 说的还是老妈的卡 好家伙 烤肉店挣钱 烤肉店花 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到了月底 估计还道歉几万 到了周末 人妹子也没闲着 主动约上吃了十年生肉的前辈 立即逛街品尝美食 讨论生肉如何才能更好吃 秉着实践出真知的原则 两人从街头吃到家 满满一大盘鲜猪肉 愣是你一口我一口 不到五分钟就干完了 由于担心寄生虫问题 之后 节目组特意带她到医院做了检查 报告显示 目前还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但如果长期吃下去 细菌极有可能 在身体里繁殖 听完医生的分析 妹子害怕了三秒 转头接着吃 去动物园喂老虎 他一口老虎一口 给虎哥的整物语了 妹子吃生肉上瘾 这位大爷也是位王者 爱糖如命 如吃如醉 砂糖半米饭 17年吃掉4896斤 扬言 吃的糖果可以绕地球一圈 大爷今年71 17年前想戒烟 死了想去 便用糖果替代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吃啥都要放点糖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先往嘴里塞一颗糖 吃过早饭 他就到公园溜达 一边和大妈唠嗑 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把糖 来 整点 一天下来 大爷少说吃了两三百克 多了四五百 你以为这就糖果后甜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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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糖果对于大爷来说 只是开胃小菜和饭后甜点 人家最能吃的是错骨扬灰的糖 成袋购买 一天最少吃三斤 晚饭时间到 老伴因为糖尿病 要控制饮食 荤素搭配 做了一桌子菜 大爷丝毫不感兴趣 拿起糖就往碗里倒 一小碗米饭 五大勺糖 这都不能叫米饭拌糖了 简直就是两叉 享受完甜个滋滋的米饭 大爷又将糖倒在碟子里 吃一口菜 蘸一下糖 酸酸甜甜 甜不甜 咸不咸 吃过晚饭 大爷积极锻炼 个跑步机上一顿狂跑 随后拿出杯子 准备冲一杯咖啡 人家都是一袋咖啡 半勺糖 他是一袋咖啡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勺糖 而这样的咖啡 他每天至少喝五杯 好家伙 午饭糖拌榨浆面 晚饭糖米两叉 饮品糖水 加一丢丢咖啡 零神是糖果 看着一日三三的菜谱 工作人员都感觉牙疼 大爷就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他是假牙 几天后 在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下 大爷总算来到医院进行体检 一波全身检查 医生惊奇的发现 大爷除了血压有点高外 没有其他疾病 但如果继续大量摄入糖分的话 可能会出现不适 能戒掉是最好了 对于医生的话 大爷左耳进右耳出 敷衍回答 我会让我那糖果病老伴 少吃糖的 随后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就转身离开 消失不见 奇葩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关注007 保你发大财